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苹果10月迎来拉获高峰,台湾果链除组装厂外,IC设计同乐,供应链沽,iPhone17今年组装量上看9000万台 据悉,驱动IC联勇透过打入面板大厂,自iPhone16系列开始机身裹链 iPhone17推出支撑今年营运,近期更传货家单消息 此外,联发科传首次打入苹果生态系,将为Apple Watch系列提供数据机晶片 联勇去年通过LG显示,LGD成功跨入苹果驱动IC供应链 据悉,随iPhone17系列销售优于预期,联勇陆续接获机单 由于iPhone17标准版,首次配备120Hz Promotion自适应更新绿萤幕 联勇凭借28奈米高压,high voltage制程打造至OLED驱动IC,满足苹果需求 IC设计业透露,联勇也正积极于SDC三星显示界下,有望拿下更多苹果手机份额 联发科也传达入国链,据悉其5G数据机晶片获得即将发表的Apple Watch 11导入 业界分析,仰赖联发科在通讯技术及低功耗晶片优势或苹果青睐 此外,供应链透露,联发科将为苹果旗下BIS耳机提供TWS真无线力提升晶片 此外,普瑞KY同样传出在iPad Pro OLED提抗晶片的供货比重提升 并受惠未来笔电Type-C插槽支援资料传输,充电与显示等功能 USB4插槽数量将从一个提升至二或三个,带动渗透率提升 苹果冲刺iPhone 17系列新机销售之际,市场传出 苹果已开始规划明年iPhone 18初步蓝图 有益于高阶款iPhone 18 Pro系列背面新增次荧幕 借此让用户快速得知时间,短讯以及客制化图案等讯息 颠覆以往传统直立式手机仅单一荧幕的设计 以推升销售量,助供红海、大力光、玉京光等供应链 智慧型手机搭载次荧幕,已在非品品牌有时机问世 日前辅于中国上市的小米17 Pro给予手机背面配置次荧幕 可显示动态通知、切割、接听电话、远端控车、主相机自拍辅助等应用 由于今年iPhone 17 Pro背面也有横向大矩阵设计 有消息指出,相关横向大矩阵设计很可能是为了iPhone 18 Pro背后增设次荧幕 而预先普鲁,但未获证实 法人认为,若明年高阶款iPhone 18 Pro系列背面新增次荧幕 有望世纪折叠iPhone之后,苹果明年另一大卖点 有利红海、大力光、玉京光等供应链后市 苹果明年有意在iPhone 18 Pro系列背面新增次荧幕的消息 引发业绩热议 中国多个苹果讨论区也陆续有消息指出 iPhone 18 Pro系列近期已完成工程机打压 跟以往iPhone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于 萤幕出现新的形态,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有消息指出,iPhone 18 Pro工程机将延续iPhone 17 Pro横向大矩阵设计 且三镜头排列不变,但后盖拼接玻璃加入透明元素 内置不锈钢、VC均热板 而Pro系列荧幕尺寸仍为6.3英寸与6.9英寸 但荧幕形态可以期待一下 暗示可能带来新视觉或功能升级 近日,三星在CIS领域的进展备受关注 据报道,三星电子的CMOS感光元件CIS 将重返苹果供应链 这是三星十年来首次重新获得苹果的CIS订单 CIS是智慧型手机相机模组的核心晶片 负责将光线转换为电子讯号并输出影像 目前,旗舰iPhone配备一颗前置CIS和三颗后置CIS 其中一颗后置镜头,未来将由三星提供 该产品除了可能应用于新款机种之外 也将涵盖仍在销售的旧款iPhone 市场估算潜在需求可达约两一颗 以12英寸晶圆80%良率推算 苹果对三星当前订单量仅相当于其最大需求的20% 三星原本计划于2026年3月启动量产 但最新评估显示可能推迟至2026年底或2027年初 由于这是三星重弹苹果CIS供应链的重要一步 市场普遍认为三星为符合iPhone严格的规格要求 采取了更为谨慎的策略 因此,最快要到明年底才能对三星的营收带来实质性的助力 三星供应延迟也意味着iPhone18系列对三星的助力不会立即显现 据了解,苹果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 推出iPhone18 Air、Pro与Pro Max高阶机型 基础与入门款则预计在2027年初上市 若三星能按原定时间出货 其CIS本可进入iPhone18首批量产 但随着时间延后,实际应用可能落在后期扩产阶段 甚至要到iPhone19才会广泛使用 市场原本预期三星可能凭借率先量产的两一化速技术 抢先索尼取得苹果采用 但业内人士指出 三星目前正为苹果开发一款5000万化速CIS产品 苹果更重视稳定性,而非短期推出新技术 未来扩展至两一化速技术不会有重大技术困难 尽管在低光源拍摄表现上 三星仍被认为落后于索尼 但其在化速技术方面具备优势 早在2021年 三星便通过ISOcell品牌率先实现两一化速解析度 并应用于自家Galaxy手机 市场看好 三星未来不仅有望争取iPhone高化速CIS的独家供应角色 也可能在传统由索尼主导的苹果5000万化速CIS产品线中成为第二供应商 然而现阶段 苹果iPhone17系列市场较好又较左 传发出追加订单指令 带动台湾供应链动起来 外界看好 台积电首先受惠 由于A19系列晶片采台积电第三代3奈米工艺N3P制程打造 先进制程产能持续满载 紧接苹果还将发表笔电 Mission Pro系列等产品 主晶片同样由台积电操刀 塞爆台积电原本已因AI晶片有限的产能 iPhone17将新科技下放主流机型 据组装业透露 相较iPhone16去年第四季度组装量 今年增于300万台 预估整体组装数量于6200万台 上游晶圆制造率先改售加单 供应链指出 苹果部分产品也迎来更新 助推台积电先进制程产能全线满载 据悉iPad Pro MacBook Pro将搭载M5晶片 同样由台积电N3E制程操刀 另外自研Modem及WiFi晶片 也分别以台积电4nm、6nm制造 苹果与台积电合作关系紧密 如2026年A20晶片将采用2nm制程 台积电正整备部署苹果产能 于高雄Fab22顺利失产 且先进封装WMCM产能也规划浓坛AP3进行建制 供应链指出 AP3厂将以既有的info产线进行升级 约占7成之WMCM产能 加以AP7作为补充将需要向设备商进行采购 其中 居滑晶片分选机ChipSorter将用于Pick and Place制程 采购规模工将近百台 另外 先进封装除炮也呈重要环节 法人指出 晶片设计趋势往小晶片ChipLite靠拢 2.5D3D先进封装将多个小晶片集合封装 更多的封装灌胶产生更多气泡 成因更复杂 看好硬能提供半导体除炮解决方案 总体来看 IC设计业者分析 苹果M6晶片也将以2奈米制程打造 相关产能预估更加吃紧 设备厂商粗估 WMCM制程将在2026年底达月产7万 至8万片 2027年进一步扩充至13万至14万片 成为继CoOS后翻倍增长的先进封装制程 相较AI晶片 消费性产品具备大量优势 法人指出 苹果今年依旧产连台积电最大客户 伴随Apple Silicon计划全面推进 减少对第三方晶片供应商依赖 台积电将成最大赢家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